现在是下午1点19分,再提醒大家一次 今天是3月份期货期权到期日 明天是3月份期货期权最后结算日 亦都是3月份场外股票期权到期日 大家不要搞错 今早早港股一开是高开的 大家都猜到高开的了 因为看回昨晚美股表现 但是男友立即反攻 可惜他们的股盘很快 就被人消败了 接着市场就冲了上来 半天收市的时候 是接近半天最高位收的 恒生指数 现在看看恒生指数最新是升了1% 国企指数也是接近1% 杭州指数是微跌0.11% 有些回吐 科技指数的升幅大很多 3% 中级指数也有1.3% 升幅 而增降股票数目比例 就拉下去 除了红球指数 升不下跌 都是12只外 其他升比跌的股票数目 是多很多的 整体来说 我们说好友大户 在这个3月份期货期权到期日 是完全控制了大局 不过收市之前 会不会有少少回吐呢 这个就不敢说 特别是你看到 这个 恒生指数期货 我们看下月份 即是看4月份 因为 今天4月份合约 正式成为焦点合约 在保力加通道顶部前面 是有阻力的 虽然下午开始 它见过28683 而上午最高 只不过变过28662 有点回吐 OK 那我们关键位 就看什么 在一浪高一浪的情况之下 我们当然关键位 就看前升浪顶 就变为支持 就是28450 其他的指标 暂时全面利好 看国企指数期货 国企指数期货 也是看下月份 即是4月份 在保力加通道顶前面 就一路有阻力 不过这个顶部 阻力一路向上移 即是 变了那个价位 有机会慢慢慢慢地 攀升上去 但就不太接近 指标 亦都是全面利好 科技指数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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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和恒生指数期货 的表现差不多 亦都是全面利好 那么 那么 关键位 现在就 很大增持 是在这个 8204 8204 刚才恒生 国企指数的关键位 就是 即使重要关键位 是11011 年货主板市场里面 非散户主动买沽比率 现在是58比42 是配合征势的 高过过去5个交易日 平均的52比48很多 而录得 暂时录得 连续第四个交易日 的资金证 主动买入 达到101亿 高过平均的51亿 差不多 整倍 正好 上周半日的时候 的埋空金额 比率 为什么不见了 这个数 今天是多少 今天是三 今天是 30 应该 29 有些 30 有个数 未出到 不知为什么未出到 OK 这个 不说这个 现在暂时成交是1029亿 港元 行业中观 33个行业内 资金证主动买入最多的 第五位 远景服务业 资讯科技器材业 医疗保健业 地产业 和其他金融业 地产业 近期最强势的行业内 主动买沽比率表现最好 现在是资讯科技器材业 64比36 其他金融业 62比38 所属行业的股票 平均变动率 即是升得最多 平均计是半导体业 医疗保健业 交通设施业 软件服务业 和石油及天然气业 如果你买中 刚才我说的10个行业 可能有些重复 今天资计资金融业 资计资金融业 资计资金融业 但下方反转 应该是输费的 我什么时候都会追强势的买 追的意思不是冲进去 麻木地追 追着这个板块 偷回落的时候 这个行业里面 便买各别的股票 强势股 半导体业 主动买沽比率 更漂亮的是 65-35 交通设施业 再看看 被动买卖 最多的五大券商 分别是 J.P.Morgan 美林 Morgan Stanley Credit Suisse 高盛 我们两个 北水券商 中国创型市场服务 排第六位 中国投资信息 上海 排第九位 似乎他们 入市兴趣大减 主要买卖股票 托价 托价最主要是 阿里巴巴 三间 头三位 J.P.Morgan 美林 和Morgan Stanley 托价 腾讯 头五位之中 除了Morgan Stanley 其他四间都托价 稍后我们详细分析 腾讯的最新情况 看看 那么多根大行 压住 还有没有运行呢 未说腾讯之前 我们说美子期货 美子期货 现在是3960.50 升了0.517 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 合理值 现在是2586 恒生指数 呈现轻微偏高 博士指数 轻微偏低 科技指数 1.1% 明显偏高 红筹股 偏低 幅度也算是明显 接着 综合指数 持平 表现 接着 EAS EAS 今天有点特别 由于今天三月份 期货期限到期日 但参考价值 比较不高 大家看看 刚才在1.010分的时候 恒指的EAS 是28569 现在升了上来 博士是11030 微升 博士是8177 也有升 现在是市 蓝筹股 上升动力 主要是蓝筹股买盘 和科技股买盘 博士股买盘 博士股买盘 就开始修炼了很多 3个指数 更高 所以收市前 初步看来 1点多 收市前一路看来 情况是乐观的 今早说过 那10个大市值 的 远坚服务业股票 现在 偏高偏低的情况 没有什么特别 幅度都是高 正5.0和-5.0之间 表现较差 这1个 偏低4.85% 微盲集团 2013 看完美资期货之后 我们看看中线证券排行榜 中线证券排行榜 现在是 这5个 最值得持有股票 大家看看 这5个 我开不了这 这5个 不好意思 刚才那边 有枪 还没关上 有些风声 走开 关上枪 OK 看这里 一边 在这5个 那边 在这5个 那我们看看 这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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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湖集团 碧桂园 服务 新鸿基地产 海峰国际 和中信股份 合息的持货量 比率 就是这个比率 讲完这个中线之后 我们就吃掉它 轮到这个邓讯了 邓讯 邓讯 先看看 今早见过621元 现在 你刚才有4间大行压下来 4间大行压下来 现在是617.5元 历史波幅是42厘 当然比恒生指数高 有两倍 有两倍 高几十个百分比 高几成 资金正主动买入 现在是14亿 资金流向6% 19.12% 大户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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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早的增持非常激烈 走势 开始下来 低位 现在是高位横行 这就是它的走势 再看看 刚才提到 资金正主动买入 14亿多 过去5个交易日 平均是3亿多 所以今天是不错的 暂时有好层 看看是否比前日 不是前日 是否比上星期五 收视再看 非省务主动买股 比率64-36 完全配合升势 高过去5个交易日 平均是49-51 上周的卖空金额 是21.7千万 比率是28.653% 28.653% 是挺高的 近期高位 比过去5个交易日 平均是15.941% 明显为高 暂时在617.5% 即使阻力 被大户押下来 618元 一定会提升 618元 才会继续看好 否则 有机会 试6... 不是有机会 否则很大机会 试615元 支持位 今天是3月份 期货期权到期日 看看收视前 淡有大户 会否退下股票 令到最后结算价 低分少少 让他们更好 如果这个位置 也搜不到下面 看下去 应该是看 重点 应该是看 608元 虽然610元 也估计有些支持 看完这个 我们看成交分析 500万万以上 即特大户 即超级大户的交投 总共253宗 这是股王 当然多 如果 主动买股比率 66.34 非常之靓 加权平均价 是61.48 不是 614.898 614.898 614.898 如果我们只计超级大户 只计超级大户 1000万以上 都有52宗 主动买股比率 是64.36 也是靓 加权平均价 是614.99 再看看 托价和压价 是哪些 托价 足够1亿才看 一间托价 超级大户 超级大户 美林 花旗 環球 高盛 亚洲 Creditz 和JPMorgan 超级济 超级大户 3.3億 2億 2.3億 扣價是613.025 押價的平均是614左右 現在是614都押 但現在上升617,即是押不住 暫時押不住 最後我們看看圖 短線預約 短線,今次我畫了一條下降通道 我畫了一條平衡一點 不如我嘗試和大家即時畫一條斜斜一點 今次我沒有用高點 最高位,我可以用高點 我畫最高位 然後把高位拉下來 拉下來 拉下來,這條下降通道 我看不太好 下降通道 阻力位未到 今天在這裏 明天在這裏 逐天下延 這個將會是 看後市如何 發展的關鍵位 升得破的 最好一個上升列口 大洋竹最好 可能會有後週 後週不斷已回市 跌不回到下降通道 再升的機會 就好了 就大了 後市就看好了 否則 一浪 低於一浪的形勢 依然是發展中的 每一個低位 低於前一個低位 每一個高位 都低於前一個高位 短線 就有一點保留了 如果真的要搏款轉線反彈 有什麼理據支持呢 看看 如果你看到陰陽足 我又不看到有什麼特別好的支持 利好轉一形態 純粹薄反彈 當然是看前升浪頂 前升浪頂 我們看兩個位 一個就是這個高位 644.5 然後 就看 651.5 先看這兩個 站得穩才算 當前的好淡分水嶺 當然是這個低位 就是613元 大家記低 如果你看指標 暫時RSI 回到五天平均線上 STC%k 星村%b 叫做發出了買入訊號 兩個好三個 但還是偏淡 所以我的結論是短期 反彈的機會都大 看剛才那幾個位 暫時 站到找到上邊 才算 特別是這個位 651.5 站到穩才算 這個日線圖 周線圖 中期形勢又如何 今個星期到現在為止 這一刻 都仍然是陰燭的 連續第四次陰燭 走勢很明顯落 指標 叫做全面利淡 好 李博反彈 用中線 短線 剛才給了位 中線 博反彈很簡單 很容易計 先看他有多少錢跌下來 775.5 跌下來 是不是 最低呢 就見到 在上個星期的 588.5 這是最低的 588.5 然後暫時 最高反彈了上來 就是622元 暫時見過 622元 是否已經反彈完了呢 我們看看 先看看 正常來講 反彈 正常 650 9.934 682 704.066 中期反彈 不是說短線 中期 0.382倍 0.5倍 0.618倍 升風目標 但這些弱勢股 我通常就不會由 開始讀 我會由 0.236 632.063 126 即是看這三個就算了 通常是這樣的 那麼 到這一個之後 可能走一走位 如果訊號差的話 訊號轉差就走走位 訊號不差就看 看上去 訊號差就沽一沽走位 低位再賣國 中線我講 特別強調 如果訊號好 就繼續看上去 將指賺位 指洩位 或者指賺位 建位 推上去 保障既得利潤 這一招 是最適合的 最後 我們看看 月線圖 即是 長期的形勢 第二支陰竹 這個月 也沒有意外 因為明天最後一個交易 第二支陰竹 有一點麻煩 先講指標 這個好 三好兩盆 偏好 麻煩在於什麼 跟大家看看 這個持續升浪之後 出現一支長生區 或者長竹生的陽竹 然後出現一個 十字體 這個我會叫它為十字體 因為 相對於這支長生竹 它都是小的 但嚴格來說 它又不是十字體 這些就是十字體 很幼的 雖然它不是 一個很標準的十字體 但我們也要小心一點 小心什麼呢 就是這個月的陰竹 如果收市位 在 都達 不用在 都達 兩個月前的陽竹 新區的中間位 我們立即用計數機 這月的開市位是558元 收市位是558元 收市位是681.5 681.5元 加上它除以移 就是619.75元 是619.75元 這個月 就是明天收市位 千萬不要碰到 619.75元 碰到也不理想 不用低過 碰到也不好 最少要收市位是619.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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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於中期調整 大家 如果要考慮 持貨逃利 我相信 有更加好的選擇 多謝各位收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